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蓝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保留乔治在今下一次年 2.12亿美元的顶薪转头费城 离开家乡 换了环境准备开启职业生涯的新片帐 因为开启了个人播客节目 乔大将军也是秉着自己的热度 不用白不用的原则 在自己的节目上疯狂爆料 当时只是在和费城围来眼去 就敢暗风小卡 美哈哈当 如今顶薪到手更是肆无忌惮 彻底放废 节目上乔治详细描述了快船 从开始的爱搭不离到努力促成的两极反转 也提到了自己差一点酒加盟了勇士 可惜有缘无分 乔治在节目中首先展明了自己不想离开的观点 毕竟他是洛杉矶人 能为家乡球队效力 离家近 是少 钱多的话 不就是打工人的终极梦想吗 问题就出在快船并不这么想 他们去年10月份给到乔治的第一份 报价仅仅仅是两年6000万美元 这让乔治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 因为这太不尊重人了 事后复盘 快船坏就坏在一开始的态度太过敷衍 有人会说 这其实是鲍尔默和快船管理层用55信报价名 这要请乔治离开了 但根据乔治的说法 事实并非如此 随着谈判的深入 价格被一点点抬高到了4400到4500万每年的年薪 但乔大将军还是不满意 在此期间 快船和肖卡完成了3年1.5亿美元的提前续约 乔治心想自己应该也能得到同等待遇吧 当时外界也是这么认为的 到了后期 快船松口同意给到3年1.5亿美元的价码 但乔治却反科为主地提出想要交易否决权 要么就4年2.12亿 比快船能给到的顶薪略低 与费城持平 但不带否决权 后面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了 双方一拍两赛 乔治曲东部联手NB德和马克西去了 拿着4年2.12亿美元的顶薪 还有15%的交易保证金 真是一份体面的养老合同 不过乔大将军后面一番话还是很惊爆的 自由球员市场开启之前 曾爆出勇士在追逐乔治的消息 当时大家都觉得小邓立维是玩票性质的 但根据乔治的说法 勇士可是认真给出了一份有诚意的报价 这份报价的主体可能和如今勇士给盗爵士 想要追逐马尔塔宁的这份类似 按照乔治的说法 勇士一度很接近得到他 而且能保留主力框架 他和库里 吹梦都很契合 波杰姆斯基 孔明家 韦晋斯也都还在阵中 甚至克莱也会转变想法 选择留下 很难想象 那勇士是如何得到乔治的 靠选秀权换空气吗 乔治的这番侃侃而谈 也让当时勇士的报价成迷 而据赖安娜的中方经纪人 烤肉解发文透露乔治的一些交易谈判 他写道 勇士快船交易崩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勇士的打包里 无论如何不愿意出孔明家 快船点名说要苦明家 其他这些的也可以照收 但是两边都不肯放苦明家 最后就谈崩了 最终 快船还是不满意勇士的报价 宁可白白放走 乔治也没有合进周达成先签后换 乔治当初可是他们就换意 下了血本交易来的 如今直接让费城裸千带走 连个此轮都没唠叨 这也让快船管理层饱受诟病 对于乔治来说 他也坦言略有遗憾 虽然恩比登和库里 都是独角兽级别的球员 但如果能留在西海岸离家近 可巴尼斯冠的勇士 一起发起新一轮队总冠军的追逐 显然会是更加双赢的局面 然后另外一边 7月9日 勇士为两位新员 李凯尔和梅尔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新赛季 李凯尔将穿1号球1 梅尔顿将穿8号球1 领一位新员 希尔德刚打玩欧云洛选赛 没有参加这次发布会 勇士记者报道称 梅尔顿举起8号时 可能会让人想起 勇士就将蒙塔埃利斯 而李凯尔长期对勇士充满敬意 儿时的照片上还穿过 理查德森的213号勇士球衣 他将继续身批1号战袍 26岁的梅尔顿与勇士签下了一份 一年1280万美元的合同 李凯尔是在涉及克莱的 六队大交易中被换道勇士队 勇士相当于把克莱和保罗 换成了李凯尔 梅尔顿和希尔德 我理解他们过去13年 在一起所经历的一切 他们赢得的4次董冠军 我无法在情感上和精神上 期待他们 梅尔顿说道 我所能做的就是上场打球 努力打球 展示为什么其他球迷 也喜欢我以及我带来的一切 我喜欢赢球 我喜欢我找到赢球方法的能力 我认为这也是这支球队最欣赏的 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赢球的方法 梅尔顿强调勇士 可以信赖的医疗团队 以及强大的球队文化 让他选择加盟 上赛季 梅尔顿因被伤缺席了大部分比赛 如今他已经100%康复 梅尔顿自信是勇士需要的球员 梅尔顿和李凯尔都曾在 2022年季后赛对阵勇士 当时他们一起效力于灰熊 后来梅尔顿加盟76人 李凯尔则前往森林郎打球 传统一直存在 比赛风格也一直存在 30岁的李凯尔说道 看起来科尔教练让他的球员们 打得很自由 这里有很多高智商的球员 除了和他们比赛时 我总是远远地钦佩他们 他们总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容易的决定 李凯尔和新队友追梦 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和哥贝尔发生过冲突 202223赛季 李凯尔曾和队友哥贝尔 再暂停时发生激烈争吵 哥贝尔还一拳打在李凯尔身上 李凯尔表示 那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他和哥贝尔的关系至今 依然很亲密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家 他给我打电话 我们像成年人一样谈论这件事 李凯尔说道 我们把事情都说开了 电话打了15分钟就结束了 我们相处得很好 在那之前我们也相处得很好 这种情况比人们想象或知道的要多 我们只是碰巧发生了一些口角 我们都有点尴尬 事情就闹大了 但这种情况在整个联盟都会发生 这就是事实 而随着新缘的陆续加盟 自次新京州四大名部组建完毕 尤美尔顿身高190 B站204 李凯尔身高206 B站220 穆迪身高196 B站215 核追梦身高198 B站217 组成的B斩怪组合将会成为 孔运不好的核心球员的噩梦 人送外号回首套组合 克斯大名部的另一面是 李凯尔是一个几乎完全没有三分能力的球员 而现在的勇士除库里之外 没有人士精英级别的三分少 除美尔顿 韦尽斯和穆迪 外其他人均非会被对手尊重的空间点 而这三人再必要时也不会被尊重 在三分投射如此贫瘠的背景下 为何勇士要引入李凯尔 首先李凯尔的个人实力和性价比不错 这点毋庸置疑 包括明尼苏达森林郎放弃他也是颇不得已 24-25赛季爱德华兹的新秀合同福利结束 开始执行顶新合同 目前森林郎在放弃李凯尔的情况下 一确定的十人大名单新进总额就高达 19255万美元 直超NBA最高显的18890万美元第二图号线 排名全联盟第二 近次于菲尼克斯太阳 受图号线限制未来球队只能使用底薪 合同技薪不强 而和明尼苏达森林郎形成鲜明反比的就是金州勇士 他们在放弃克莱汤普森后 新进空间骤降到114600万美元 所以最近他们再自由球员市场上积极出手 先后牵下李凯尔和梅尔顿 通过种种操作来看 勇士管理曾对战绩有追求 这就是使得李凯尔的未来前景充满光明 自打李凯尔加入中国南篮后 他在中国球迷中的人气是节节高盛 这次加入勇士阵营 人气方面可以更进一步 金州勇士可以说是中国球迷的主队 但球员声望还得用赛场表现说话 只有表现出色才能成为球迷支持和喜爱的球星 李凯尔在NBA联盟征战10年主要靠三样东西 防守 全能 高球伤 先说防守 他是NBA最全能的防守球员之一 能从1号位防到5号位 这点上赛季季后赛很有代表性 他既能防东泄骑 又能防越基骑 他的身材体型在错位防守时很有优势 其中7英尺2英寸的臂展在全联盟 所有1到4号位球员排名第14 在内线有着非常不错的护框质量 但不算精英机防守人 稍运动能力不足 移动速度慢等弊端限制 在内线防守中效果不错 但在外线防守方面效果一般 具体到队位数据 常规赛队位防守后卫球员 296分钟1499回合 占防守时间比42% 限制队手命中率到39.9% 其中限制外线三分命中率到28.3% 队位防守封限球员353分钟1762回合 占防守时间比50% 限制队手命中率到49.5% 其中限制外线三分命中率到38.9% 防守中锋60分钟309回合 限制队手命中率到55.2%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 离凯尔防后卫球员很有压制力 但防奉献球员效果一般 另外需要说明一点 上赛季离凯尔大部分时间都是替补战力 所以常规赛队位的并不是联盟主力球星 承担的防守任务也相对较轻 对手上军只在其面前出手8.8次命中4球 限制队手命中率到45.4% 平均降低队手命中率1.9个百分点 总计完成71次抢断在森林郎队内排名第三 从整体上说 离凯尔是一个具有体型优势的狐狂风险 也能在5号位顶一顶 在内线一队一防守中能占据优势 但在外线防守方面有漏洞 然后再说第二点全能 离凯尔属于什么都会得万金有属性 上赛季55%时间打三号位 42%时间打四号位 4%时间客船中锋 球场上任何位置 任何工作他都会做 而且从小学到高中期间 大部分时间都打一号位 作为一个高个空位一度非常被人看好 但进入大学后 因为运动能力不足 以及得分能力不足短板 神网开始下降 连那两年大学也没能获得一个乐透顺位 最终在首轮第三时顺位被马次队选中 在波波维棋手下开始朝三地球员方向发展 一指道梦菲斯灰熊 三地功能属性达到巅峰 那塞技他场均三分出手 3.8次达到职业生涯巅峰 同时场均得到12.4分 也是职业生涯巅峰 但他的三分命中率并没有保持一个出色水平 加入森林郎后克里斯分起 教练有扬长臂短 让他转型成一个防守加组织的替补风险 他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加入勇士队 如果科尔安排他担任首发主力 那组织能力会受限制 库里一号位铁打不动 格林师傅指挥官 留给李凯尔的可支配球权有限 他还得往三地球员上靠 如果带人替补 那就做赫森林郎队同样的工作就行 上赛技用事对一位保罗受伤 替补阵容创造力不足 李凯尔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得分方面李凯尔最拿手的 就是慢节奏的突破攻况 人类如动精华和时间领主的绰号 都是从这来的 上赛技他的场均得分骤降 主要还是因为出手次数 以及球权使用率下降原因 本赛季赛季他的球权使用率 仅为14.5% 是森林郎队内出场 超过15分钟的球员中最低的 在这么少的球权使用率下 踏尺球突破490次 在森林郎队内排名第四 仅低于爱德华兹 腾思 康利 但可能是大家已经习惯 他的打球节奏 又或者参加世界杯体能受影响 又或者受眼部激电影响 他的突破攻况 命中率惨不忍睹 总计攻况223次命中 94球命中率仅为42% 是森林郎队内突破效率最低的 爱德华兹突破命中率53.8% 唐斯51.8% 连老康利在高龄加巨大升高 劣势下还有45.6%的突破命中率 如果利凯尔最拿手的得分手段 只是这个效率 那离敌心也不远了 其实他这个能力下滑 在南南世界杯上就已经充分体现 中国球迷期待 他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场景 完全没有出现 不管他受什么影响 还是希望他能调整过来 当然他的慢节奏突破除了攻况外 还有一手传球主攻 那个从容不破镜有点东泄奇的味道 持久突破传球率40% 手感不好时可以利用传球做出贡献 上赛季场归赛突破创造主攻51次 在森林狼队内排名第三 禁地于康利和爱德华兹 如果他在勇士打替补 这个优点是科尔教练可以积极利用的 然后再说第三个优点高球上 离开尔能迅速适应新球队的打法和战术安排 同时有着非常不错的挡拆掩护素养 上赛季场归赛总计完成59次掩护助攻 在森林狼队内排名第三 禁地于哥贝尔和唐斯 在场上能阅读比赛 能将下篮板后迅速发起快攻 舒文优点最后说缺点 首先离开尔的体能有问题 他很难在掌出场时间下保持稳定表现 如果在防守端投入过多精力 那投篮命中率和突破命中率下滑严重 近两赛季竞技状态出现大幅下滑 近两赛季的场均失误和失误率都非常高 体肤球员季度依赖效率 如果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做出积极贡献 那就是副作用 另外就是投射能力拉胯 上赛季三分命中率就降到百分之二十二 对手已经开始放他随便投 反而命中率下降到百分之七十亿 指望他能握勇士队创造空间已经完全不可能 离开尔今年九月将年满三十一周岁 他在勇士队会面临很大挑战 作为中国球迷忠心希望他能调整状态 打出自己特点 打出自己风格 今最大努力帮助勇士从低谷中重新崛起 给球迷带来更多的营球快乐和幸福感 感谢观看